欢迎收听长篇小说《载质天下》第735集 由于阳为您播讲 党项人没有骑马而是步行 三千余人的工程队伍以北面为主 从两里外的军营出发扬起了一片烟尘 而在烟尘之中 两艘飞船冉冉升向了天空 都派飞船上来了 从仆的副将李清踏上了城头 眯着眼睛望着天空 从西夏国唯一的汉人大将 到一城城主的副手 落差不可为不大 再对祥人一向宽厚的大宋 这是一个很少见的例外 不过这主要还是李清本人的身份作祟 如果李清向党项和吐蕃的豪球们 有着自己的不足 那他至少能得到一个刺史的官称 可惜他是汉人 麾下都是汉军 祥顺之后便立刻被解除了对军队的控制 然后便给安排到了部长实权的位置上 不过在这过程中表现得极为公顺 因为他本身的能力又得到了赵谢的看重 几经辗转才又被派到前线上来领兵 飞船倒没有什么 反正复乐城就这么一点大 复乐城并不大 城墙周长一千一百步 也就是三里出头 而且是标准的军城 没有什么闲杂人等 有的只是官兵们各自的家事 三千军汉城墙上一站都能勾肩搭背起来 还不用担心背后有人坏事 自然守城不可能禁把人往城墙上堆 五六百人就足够了 保险一点也不过八九百 丛仆将两千七百多名部族按指挥分作六部 轮番交替上城 只要保证每一刻都有两个指挥在城头上 就足够了 丛仆说起话来有些闷闷的 他的脸上缠着绷带 从左夹斜斜地挂到右边的耳朵上 紧紧地缠了好几圈 说话都不很方便 不过有两个大嗓门的亲兵 正拿着两个没底的薄铁桶 在他旁边帮他喊话 城上城下都能听见他的号令 抬起手传令的亲兵便靠了过来 丛仆吩咐道 把我们的飞船也放出去 传令兵拿起薄铁桶跑到内侧的边缘 扶着女墙冲城墙根 大吼着将丛仆的号令给传了下去 空气中烟味立刻就中了起来 存在城中的燃料不少 可现在是冬天 如果不是撩人放了飞船 需要维持城中士气 丛仆也不想浪费燃料在飞船上 两丈多高的城墙 加上两层高的敌楼 用来监察敌寝 高度已经绰绰有余 那些云梯才是麻烦 丛仆指着越来越近的挡向人 人群中那一架架三丈长的长梯 十分显眼 李青点了点头 能造这么长的云梯 就能够造霹雳炮 也不知撩人的营地里 藏了多少工匠 还有木料 丛仆自问他 在这一年来没有少下功夫 为了修复富乐城 周边都用得上的木料 全都给砍伐一空 加上还有寻常使用的采草 也要对周边的草木植被大肆砍伐 富乐城附近 根本见不到半点绿色 但挡向人的队伍中 还是有云梯存在 这让丛仆很惊讶 莫不会是从耀德成运来的 长梯的数目并不算多 丛仆粗粗一数 只有十几二十具 要打造能攀上高约 两张半的城墙的长梯 必须要有一流的木匠手艺 和上等的木料 即便不说木料 单是这个等级的木匠 就能跟开两弹弓的猛将一样 以事为数寥寥 就是大宋这边也不多见 城外撩人手上自然更少 在大宋军中 一般是干脆了当的 直接打造云梯车 长长的梯子下面 有了车体支撑 便不会因为长度过长 而容易舌断 只要有了图样 几个普通的木匠配合 轻轻松松就能做出来 比起单纯的三丈长梯 工艺上要简单得多 可就是这十几具长梯 已经让从仆觉得触目惊心了 这代表对方营中 至少有一个大将级的木工 也代表接下来的霹雳炮 绝不会少 高尊玉啊 到底送了多少东西给外人 真比真宗皇帝还大方 冲在最前面的党项士兵 已经到了两百步以内 如果不计八牛弩 再向前三十步 就到了神秘宫的有效范围了 城上的数百将士 虽然神色依旧轻松 不过双手已经握紧了 神秘宫的奴身 从仆冲亲兵招了招手 仿进了一些在射 神秘宫的最大威力 还是在面对面 脸贴脸的时候 城外的党项人 随着越发接近的城墙 速度也开始提升 从徐步到吉步 此时已经开始奔跑了 就在这一批的后面两百步 人数还多上一点的 第二批党项军也开始接近 以赴攻城 而且是节奏感把握得很不错的 以赴攻城 对于为撩人卖命 被强占了家园的党项人 自然不是心甘情愿 不过看到傅乐城上 稀稀拉拉的手兵 他们倒还是鼓起了一点勇气来 呐喊声冲天而起 三千多党项士兵冲向了城墙 他们的装备也看得越来越分明 除了抬着云梯的士兵 每一个人都随身带着一个看起来很有分量的包裹 城头上的丛樸和李青 只是顺带着瞥了一眼 就确定了党项人的打算 这是准备雷土成山 在进行云梯攻城的同时 也准备用人数上的优势 硬吃傅乐城中的守军 而这些土包也可以垫在云梯下 以防攀登时舌段 只是这样的攻势 在最为擅长手遇的宋军眼里 连笑话都算不上 最前面的党项士兵下倒是有一层被冻结的敌水的城壕中 指挥使们回头看看敌楼 丛仆摇摇头 城上便毫无动静 党项士兵开始向城墙脚下投掷携带了土包 丛仆说了一句 再等等 城上依然没有动静 当党项人拉开长弓射击城头 以掩护云梯越过城壕 丛仆还是不许官兵反击 城上还是没有动静 直到已经超过一半的党项士兵越过城壕 云梯陆续架上了城头 一群最为勇猛的党项战士开始攀爬云梯 丛仆终于挥下了手 压抑已久的将校们一阵欢呼 只听得城上一通鼓响 雷幕拍杆灰瓶滚油 随即倾泻而下 砸断了云梯 烧伤了人体 然后便是数百张神秘弓骑射 每一名神秘弓手的脚边都有七八张已经张好的神秘弓 拿起奴工放上箭矢 一个呼吸间就能射上一箭 鼓响不过十声 城上就已经射下来数千支箭矢 在最短的时间杀伤最多的敌人 这样的一击之下便能让敌军完全失去战斗意志 不到十丈的距离下 神秘弓的威力充分发挥了出来 纵使军系间打造的板甲和头盔也抵御不了这么近距离的射击 仅能化解一些致命伤让重箭的士兵只伤不死 但满地的惨叫声同样能让人失去战斗意志 在这第一批工程军近乎崩溃的时候 突然打开的城门给了他们最后一击 仅仅聚守城墙不叫守城 以城墙为平不断出城反击才是真正的文守之道 养精血锐的千名战士手持战斧从城门中杀出 冲进城下混乱的敌群中 恢复肆意砍杀带起一片血浪 城上的神秘弓也顺势外延 用弓石阻断敌军的退路 三千党项士兵冰箫瓦解 完全失去了战斗能力 如同羔羊一般被宋军吐鲁 高高在上的飞船将这一幕传给下方的辽军将领 在号角声的催促下 拖在后面的第二阵立刻加速赶来 而两队各五百多人的辽人骑兵也随之出动 敌楼上从脱豪征以侠的比了一个手势 霹雳炮给我挡住后面的贼人 城内的霹雳炮开火了 一包包石子飞上了天空 画着抛物线又重重的落到了地面上 包着石子的绳索在重力下根根崩断 从灵州川中搜集来的鹅卵石四散飞舰 一下子阻断了第二波攻势 让他们躲避着飞石的同时 只能坐视城下的友军在宋人的众府下哭喊哀嚎 李清略带冷淡的看着这一幕 并没有感染上敌楼中其他将校们的兴奋和狂热 这里根本不需要他 从朴只需要下命令 剩下的就交给参谋们 在他们的安排下 甚至连霹雳炮的配重都事先调试好了 只需要等待城上的号令 之前从朴敢于领军出外偷营 而不是让他这个副将领队 也是仗着参谋们对城中军队的控制力 或许从朴从来都没有信任过他这个祥人 或许自己来到最前线是个错误的选择 城下的战斗结束了 并不是已经将城下的敌军都斩尽杀绝 连首级都收回来了 而是两队辽军骑兵的快速穿插 让从朴感到了危险 辽人高悬在空中的飞船 能看清城中的布置 在飞船上的指挥下 这两队骑兵轻巧地避开了霹雳炮的攻击范围 直插城下 不过一千辽纪 凭借着城卫的一千精兵 从朴并不觉得会输 只要在豪河边布阵 完全可以较量一下 但计算过得失之后 他还是下令出击的战士撤回 人数上的差距实在是太大了 一旦辽人和党将人以布计相配合 就算加上城中可以调遣出来的两三个指挥的兵力 在最后取得胜利付出的代价 也是从朴不想看到的 真是可惜啊 从朴轻声自语 脸上却堆着心满意足的笑容 在出战千名战士中 拍打着他们的肩膀 然后大声夸奖着他们的勇敢 无论官兵 人人都是满脸笑容 能一举大错敌军 不管谁来看 都是可喜可贺的一桩胜利 接下来只需要继续战斗下去 将党将人打垮 剩下的撩人 总不能骑着马来攻城吧 人群外的李清看得出来 从朴 他并不满足 若能将三千党将斩杀大半 党将军的士气就会彻底崩溃 这一战不会再派上用场 而以从朴所了解的契丹人的作风 他们也不会拿着自己的性命 去攻击奸程 这一战的结果 很可能就这么决定 但是现在 辽军骑兵逼退了官军 救回了大半党将士兵 士气威胁 战事多半还要拖延下去 正如从朴所料 下一波攻势 隔了一个时辰之后 又开始了 依然是党向人主打 他们这一次选择了远离城门 和霹雳炮的位置 一个个带着土包 试图以最耗时间的办法 攻上城头 契丹人也开始配合攻击 一对对十余人的契丹骑兵 开始绕城飞驰 兼或向着城上射上几线 寻找着城防上的漏洞 另有两支千人队 在一里外监视着城门 若是城中守军再想打开城门 他们启动之后 转眼便智 不过这样的攻击 城上的宋军应对自如 两支监视城门的千人队 很好解决 丛仆直接就将八牛弩挪了过去 城头上的这一动静 被天上的飞船发现 原本还算紧密的队形 立刻变得松散起来 而大旗下的将领也退到了阵后 在弹冤之盟之后 射程远远超过一里的八牛弩 是契丹人最为畏惧的守城利器 绕城骚扰的契丹骑兵更好解决 神秘宫计算提前量并不难 几十架神秘宫同时射击一点 三次中总有一次能将飞驰而过的 契丹士兵射落马下 几次下来 他们绕的圈子就越来越大 从马上射出的长剑 也进往壕沟里面落 至于扔在往城下冲的挡向人 宋军给霹雳炮夹了个轮子 直接就推了过去 看着在石子和泥弹下 抱头鼠窜的党向人 李清摇摇头 今天若是破不了城 再想破城 除非城中淡尽粮绝 一座兵力充足 城防顽固 粮末充裕的军城 只要守军有坚定的信心 就算宋军来攻 也必然是旷日持久 别的不说 就年贝州王泽 巨城作乱 为了平定这一股叛军 文言伯和明稿 可是绕城住了一道围墙 用了一年的时间 才攻破了贝州 既然不能一鼓即刻 那么就只能拿时间和人命 去填城毫了 聊人还没有拿出霹雳炮呢 丛仆则多想了一点 若是造得多了 就不得不出战了 但直到日暮 他也没有看到霹雳炮的出现 仅仅是来回事态 然后在反击下退走 聊人没有一击破城的打算 看出了这一点的并不止丛仆一人 如此稳稳当当的用兵手法 一天下来 丛仆觉得他的对手 根本不像是传说中的契丹人 倒像是大宋这一边的将帅 援军什么时候能到 城上城下接点起篝火的时候 李清问着丛仆 丛仆放下汤碗 现在他只能喝西的 赵精略之兵 知道什么时候派兵最合适 李清眉头皱了一下 去年徐习守延州 丛恶也是 知道什么时候派兵合适 最后的确是大劫 但徐习死得干脆 满城金银将士 也死剩下不到一半 城破时逃出的曲真 都被追夺出身以来文字 削直为民 若是造写也学丛仆老子一般行事 那么傅乐城乃至伟州的结果 都不会很好 傅乐城肯定能守住 纵使庆州隔得远 严州可离这里不远 丛仆看了李清一眼 还是先想想撩人今天的公事 喝了一肚子肉粥之后 丛仆召集他的参谋们 总结今天的守城经验 并合计一下 为什么今日辽人工程 给人的感觉这么奇怪 最后的结论是估计可能是昨天的偷营 打乱了弃丹人的计划 追击时算是吃了大亏 所以对面的辽军主将没有忍住 如果不是这个原因 丛仆觉得他们应该是等到霹雳炮打造好之后 才会开始工程 否则前两日刚刚抵达城下的时候 就会立刻攻击 而不是扎营围城了 另外还有一个猜测 说不定也有在正式工程前 消耗一下党项人的想法 一群纠战雀巢的强盗 肯定不想看到原主老在眼前晃悠 大宋怕撩人煽动青铜峡中的党项部族 恐怕撩人也担心宋人盯上了贺兰山下残存的党项人 丛仆越想越觉得这个猜测有道理 否则就不能解释撩人这一回的奇怪举动 边境上的冲突很常见 死伤个百十人到了朝堂上也不过是打嘴仗而已 宋撩两国都各有各的难处 不可能贸然开战 眼下这种规模的攻势在其背后肯定有着更深一层的意义 为了居居一小队辽军而迫弃维持了几十年的谭渊之盟 难道里边有耶律宇新的亲爹不成 一个参默的俏皮话让所有人都笑了起来 这个道理是没错的 丛仆不信事情会这么简单 李清自也不信 不过以两个人的身份 想太多并没有意义 只要守住城池 剩下的事情就要看朝廷的了 刚才您听到的是 于阳为您播讲的长篇小说 《载之天下》第735集 欢迎继续收听第736集 欢迎继续收听第7集 欢迎继续收听第7集 欢迎继续收听第7集